聯合國安理會針對一項基於人道主義 停火的草案進行表決 常任理事國美國第三度否決 這讓巴勒斯坦駐聯合國大使 感到相當失望 好 這是哈馬斯跟以色列 爆發衝突以來 美國第三度動用否決權 草案內容要求立即人道停火 美方擔憂這個草案 可能危及到美國 埃及 以色列跟卡達之間的協商 認為應該推動的是暫時停火 並要求哈馬斯釋放人質